今天我们又拿到了新发布的显卡 就是这个 RTX4070 这个是FE版 这两张是来自华硕的DUO和TUF 40系显卡虽然在换了台积电工艺后进步很大 但是之前发布的全都是高端货 离普通用户太遥远了 从4070开始 中高端的卡还有后面那些主流的卡就慢慢开始出起来了 它们的表现都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就从这张4070开始说起好了 另外我这次白嫖到的显卡有点太多了 一共是5张4070 所以干脆就抽奖送给各位好了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发的B站动态 转发参与抽奖 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由于说一 先不论性能如何 这张4070公版的外观还真是挺漂亮的 它用的是40系的这套新的设计语言 但是体积比4080小了一大圈 真的是差一大圈 4080是一张巨肥巨胖的三槽月尖卡 而4070就只是双槽标准宽度 长度也只有24mm ITX用户狂喜了 我觉得这个新设计用在4070上 明显要比80和90这俩胖子更好看一点 和上一代的30系比较的话 它这一个进风一个出风的双风扇设计 传承自3080和3080Ti 但是大小只和3070差不多大 另外它的风扇也升级成了新开发的9厘米的NIC大风扇 几乎是要把整个框架撑破了 比起3070Ti的公版 它的进风量是有20%的提升吧 多的我们就不说了 赶紧把它拆开来看看好了 散热器的背面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CNC的铜笛 一共给到了4根热管 而最最刺激的还是它的PCB 没拆的时候感觉这卡已经够小了 拆完我只能感叹 哇 这个PCB是真的迷你啊 它甚至都没比一台手机大多少啊 而且哪怕是这么小的PCB 原件仍然是有空汗啊 4070的公版只给到了6加2项的供电规模 这比起上一代3070的8加2项要更节约 这是不是意味着它会更省电呢? 后面的功耗测试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显存颗粒依然是21G速率的美光GGDR6X 公版的整个PCB还是非常环保的啊 除了公版之外 我们也拆了华硕的非公 这次我们拿到了华硕的TUF和DUO两款4070 分别是三风扇散热和双风扇散热 之前在4070Ti上 非公版也都是换用了新的16频供电口 但是这次两张4070的非公 还是用的传统的单8频供电 我这里拆的是定位地点的DUO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8加2项的供电规格 TUF的PCB和它应该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把供电补到了10加2项 那应付这样一颗小核心来说 这个供电是完全足够的 两者区别还主要是在散热上面 TUF的三风扇下面是一个6热管的散热器 而具有的两风扇下面是一个4热管的散热器 这样的散热对于4070够不够用呢? 我告诉你 不仅够 而且有点太够了 后面我们的整活环节 你就明白为什么了 那么跟随着这颗AD104核心 我们一起来看看4070的具体规格好了 完整的AD104是4070Ti上的那颗 有7680的CUDA 而4070则是阉割到了5888的CUDA 一共是46组SM 和3070完全一样 这个CUDA数量并没有任何的增加 但是得益于台积电的4N工艺升级 4070的频率相比3070是暴增了一大截了 从1.8G多干到了2.7G的boost频率了 光杏性能提升的主要来源也是来自于频率 不过问题来了 看核心规模的话 你会发现4070有358亿个晶体管 比3070多了整整一倍的数量 这两核心 一个完整7680 一个完整6244 感觉好像没差多少 那多出来的一倍晶体管都用在哪呢? 当然就是缓存上了 4070也是延续了40系传统 给到了一个巨大的36M L2缓存 比起之前的4M多了太多了 这个缓存站的空间都快赶上计算单元了 但得益于新工艺 它就算这么多规模 芯片的面积甚至还是要比原来更小的 开心点牛逼吧 在大家比较关心的显存方面 4070这次反而意外的没有什么槽点 它是直接用上了4070Ti的同款12GB GDDR6X的192位显存了 尽管它的显存未宽比3070小 但因为用的是GDDR6X的显存 比起GDDR6X的3070最终的带宽仍然是更大的 12GB的容量也还算足够 所以4070应该是目前的40G显卡里面 显存瓶颈最小的一张了 除了换工艺提屏提缓缓存以外 40系的各种特性升级 4070自然也都支持 像是新的光追单元升级 DLSS3的补帧 新的NVinc视频编码单元 AV1编辑码等等 我就不赘数了 咱们还是赶紧来测一下它的性能好了 跑分30Mark Time Spy的图形测试 3070跑出了17890的图形分 比起3070强了32% 比起4070Ti弱21% 正好稍微要比308010G高那么一点点 相比308012G和3080Ti还是差的比较远的 我觉得NV简直就是特意卡的这么一个频率 虽然这个性能看起来仿佛就像算计好的一样 但是功耗方面还是有不小惊喜的 我们用外部设备直接测量整卡功耗 4070的Time Spy满载 仅203W 比起同性能的3080低了130多W 甚至在频率高了这么多的情况下 它的功耗仍然要比3070低了快30W 不能不说这代新卡是真的很环保 并且这个公版的散热器表现也不错 Time Spy的温身要比公版的3070要好了很多了 刚刚我们跑的是2K分辨率的Time Spy 4K分辨率的Time Spy Extreme 4070就要稍逊于308010G了 不过差的并不多吧 算是半斤八两 我们还做了一下3DMark的光追特性测试 得益于40系光追的进步 这里4070还是要稍强于3080的 以上这些只是跑分 我们还是得拿一些实际游戏来说话 我们一上来就测了热门竞技游戏 Apex 如果我们在1080P的低分辨率下玩Apex 4070的表现还算可以 激烈的战斗大概是可以跑到210帧 高于3080 分辨率上到2K之后 3070的领先优势缩小 但仍然跑到160帧 稍强于3080 再上到4K分辨率 4070就被3080给反超了 另一个FPS游戏COD19似乎就有点离谱了 在这里40系新卡的优势简直堪称巨大 我们只是开了一个DLSS2的质量档 1080P下4070甚至可以跑到全特效180帧以上 远远强于3080 2K分辨率也同样有着10多帧的领先优势 哪怕我们开4K 4070也仍然胜过了3080 COD19对于40系实在是有点太友好 这次也跑了著名的MMO网游FF14 这个级别的显卡仍然还不太能造成CPU的瓶颈 帧数上差距还是有点的 2K分辨率下4070跑到了181帧 一帧吸百3080 上到4K之后差距就开始拉大了 4070的4K是92帧 相比3080逊色一筹 我们接着也测了一些主流的3A 像是我们的老常客 显卡们的再新 赛博朋克2077 现在这些中高端的显卡玩2K的2077 开个DLSS的质量档 倒是已经比较够用了 不过4070在这里 如果是不开光追的话 表现还是要逊于3080的 而当我们开了光追之后 4070就反超3080了 领先的优势还不小 配合上DLSS3的补帧之后 2K可以跑到平均104帧 还算不错 而到了4K下 4070的表现就没有那么亮眼了 超高特效 哪怕不开光追 也只有平均44帧 比3080差了不少 开了光追之后 就只有36帧了 无法流畅运行游戏 不过这个时候倒是赶上3080了 好在补完帧之后可以接近60帧运行 也算是挽回一些颜面吧 另外一块刚刚支持补帧的游戏 是赛车大作 极限竞速地平线5 有一说一 地平线5的补帧 画质并不及2077来得好 不过4070在这里的性能还不错 不开补帧已经打赢3080了 哪怕升到4K分辨率之后 也仍然是强于3080了 而这个游戏目前还有bug 在4K下 DLSS3好像没有办法正常工作 开了之后也提升不了多少帧数 还有一款最近比较热门的游戏 就是霍格沃茨之一了 表现也和前面类似 不开光追的情况下 4070是败给了3080 而开了光追之后 则是接近3080 不过这次4070 不幸的没能打赢3080 好在霍格沃茨也支持DLSS3的补帧 不完帧之后4070正好可以实现4K全测效光追60帧吧 接下来又是一位老朋友了 荒野大标科2 这里也是能明显看出来 4070在2K下的表现会比它在4K下来得更好一点 2K是可以打赢3080的 到了4K就输给3080了 另一个最近刚推出的游戏 《生化危机重置版》我们也测了 这个游戏大概是没优化好的关系 在开了光追之后 对于显存的要求非常高 8G显存的3070开光追 直接完整完整就报错闪退了 但这个时候的帧数其实还是能保持流畅的 所以这个就有点离谱 12G显存4070倒是没有遇到闪退的问题 2K下开完光追之后是可以跑到95帧 到了4K下有意思的事情来了 你开或者不开光追 这个帧数都没有任何区别 哇 这个我是真的没见到过 我确认这个光追确实是开着的 显存占用也很高 只不过画面的差别非常小 但是它这个帧数真的就完全没有变化 这个我也说不清楚是好事还是坏事了 不过在显存4里 4070总体的表现是不如3080的 说到光追 有一个游戏我们一直会测的 就是地铁离去增强版了 这是一个纯光追管线打造的游戏 没有光山化选项的 这个里面4070在2K下表现还行 一帧略胜3080 而4K分辨率则是和3080占平的性能 最后我们测了巫师3 尽管巫师3新引入的光追模式效果不咋地 但这个也是光山化和光追性能差别最明显的一个游戏了 我们只是开了个效能模式的光追 帧数就已经暴跌了一半多了 4070在巫师3里如果不开光追 2K是完全输给3080的 但一旦开了光追之后 就性能稍微的比3080强出一点点了 这个基础上巫师3也可以支持DLSS3的补帧 可以把4070帧数带到2K平均98帧左右 还算不错吧 4K分辨率仍然不是4070的强项 咱们不管是开不开光追 反正都是输给3080的 并且巫师3的4K光追负载实在是过重了 补帧其实也不太能救得了它 还得开到性能档位的DLSS才能保证帧数 我觉得为总体体验考虑的话 这个级别的显卡 4K53还是别开光追了 总体看下来4070其实就是一张节能版的3080吧 前面的游戏里我们也都放了录屏 你们也看得出来功耗和温度的优势还是蛮大的 而若说到具体性能来说 2K下传统光山化游戏 4070是比3080实际差1% 光追游戏则要比3080要强5% 4K下非光追落后4% 光追落后不到3% 如果你和3070比较的话 4070跑2K是可以强30% 跑4K就是强35% 一方面4070作为一个相对小核心的卡 相比3080这种上一代的大核心卡 肯定是更适合跑2K而非4K 而另一方面它的光追表现还不错 明显是强于传统光山化的表现的 这个卡可能最优势的场景就是用2K高刷屏的同学 可能开个光追 然后再配合个DLSS加上补帧 基本上游戏能跑到个高刷的帧率吧 光追的强势是不是意味着它在支持光追的这些专业软件里 也能够发挥出色呢? 还确实是这样的 我们这次测试了Blender 4070相比3080是快了超过10% 在OC渲染器里的优势更大 领先了3080大概16% 40系的3D渲染性能还是非常给力的 然后我们也测试了一下媒体性能 Adobe套件里的PR和AE 4070就没那么牛逼了 都是略逊于3080的水平 另一个视频剪辑软件达芬奇里面 由于4070有12G的显存 它发挥的也很不错 性能是明显强于3080的 但得益于新的NVNIC单元 40系卡的转码性能还不错 Media Encoder的转码测试里面 4070和4070Ti都是远优于30系的水平 正好说到视频 NV这次在新驱动里也加入了一个有趣的新功能 就是VSR 它可以借助显卡的Tensor Core来拉高视频的分辨率 改善视频的画质 目前是支持到30系和40系卡 未来也会支持20系显卡 这个功能我们可以在驱动里选这个 打开 像70这种级别的卡 我们就可以开到第四档 也就是最高的质量 这个功能是可以给本地VLC播放器用的 也可以用在任何视频网站 包括B站上面 我们实际在不登录的情况下 直接看360P试了一下 确实是生效了 清晰了很多 在RB的视频画质 如今越来越开源节流的环境下 有这个功能还是挺好的 等于你不花钱买大会员 也能获得一个能看的画质了 RB表示很干 实现这个VSR需要额外的消耗一点功耗 大概是从16W涨到26W左右 感觉对于台式机来说基本上是没什么影响的 笔记本的话 因为R2的功耗好像离电的时候是会自动关闭增强的 这个扯远了 我们还是回到专业软件测试这里好了 游戏开发相关的测试里面 4070基本上和3080是半斤八两吧 Unity的光照渲染 4070要更强一些 而虚幻5的Nanax试口预览 则是3080要更流畅一点 而且在工业软件测试里面 4070的表现还是都挺不错的 所有的工业软件性能都要强于3080 我感觉这个卡的专业性能其实要比游戏更有说脱一点 最后我们还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测试 就是Stability Fusion的AI绘画 那个别的都不重要嘛 只有能画这个二次元美少女的显卡才是好显卡 你说是吧 从这次开始 我们重点改进了AI绘画的测试流程 使用了一个真实会用到的预设 512×1024分辨率30 steps 并且还加了Laura和ControlNet里的Open Pose 来控制画风和姿势 尽可能复现我实际使用中的一个负载 477卡在AI绘画里面的表现还是挺不错的 4070算一张图花了12秒多 比起3080是略快一些 相比3070还是快了不少的 既然我们是极客玩吧 有一个环节肯定必不可少 那就是超频了 4070的超频潜力说实话一如既往的超不上去 我们最高可以把它超到3000Mbps左右 Timespy 19535的图形分就差不多了 大概提升了9%吧 公版有一个220W的功耗墙 而非公的话 至少目前非超频的版本 功耗墙都不比公版来的高 所以不刷BIOS的话 基本上就是出场回敬了 但是嘛 这个毕竟是一张40系显卡 40系卡可能往上不足 往下可就非常有余了 我们试着给4070限制了一下功耗 降频降压 结果成功的把它压在910Mbps下 跑到了2610Mbps的频率 Timespy这个时候仍然可以跑出接近17000分 成绩几乎没有低多少 但是功耗你知道只有多少吗 140W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试着把华硕的这张飞工上面挂的风扇拆了 就完全只靠被动散热 也能勉勉强强的压住这个140W的设定 就一张被动散热的 接近3080的显卡 这个还是挺离谱的 整个评测看下来是不是觉得4070好像还不错 如果你不看价格的话 它确实还不错 但很显然 不看价格是不可能的 4070在国内的指导价是4799元 说实话 我觉得贵了 3070当年的首发价才3899 3080也不够5499 这个定价才是合理的 你说是不是 不管怎么说 4070本身还是挺好的一张显卡 用了正确的显存 功耗足够低 公版也是挺小巧可爱 挺漂亮的 如果你是ITX玩家的话 这个体型和散热应该还是有点吸引力的 然而 4799的价格 太贵了 在座的各位觉得4070应该卖多少钱比较合适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4070评测的全部内容了 记得给我们这期视频点个赞支持一下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在B站的动态上还在抽奖送5张4070 也欢迎大家参与进来转发我们的动态 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